主席 主席有請我們石市長答詢 請石市長 市長好 剛剛聽聞說三點又要開國安會議 在統統府 我不知道 抱歉 我在這裡 我不知道 剛剛休息時間你沒有跟外交部長 我們林部長聯絡嗎 最新的發展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抱歉 這個就是我們的外交部 人家說一日三期啊 決策反覆啊 能夠昨天 然後到今天早上到待會 我們的國安外交部門啊 真的是讓人感覺非常的不安全 我先問市長 昨天就是今天的清晨 林部長在這個記者會上說 菲律賓已經有正面的反應 那所以暫緩三項制裁措施啊 我請問 就是外交部做出這樣的一個結論 在記者會上表達 有沒有得到總統府行政院 或者是國安高層的授權或同意 你說今天清晨 就是的記者會 我們的林部長有表達嘛 就是說因為菲律賓已經有正面的回應 所以暫緩三項制裁的措施啊 他不是說暫緩啦 他是說現在就是說 因為昨天跟非方做了五個小時的這個協商 那林部長充分表達我們必須要非方正視我們這個嚴正立場 因為看到非方的反應 不能充分反應這些 因為跟他原先跟我們表達的幾乎完全不一樣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只在今天 我是等到今天清晨喔 是是 翻點的時候喔 是 我還在電視機前面呢 我看耶 當時他還替我們這個菲律賓駐臺的代表白西里嘛 表達他已經有遺憾跟道歉嘛 而且就是跟我們所期待的也是相當 喔 這是 那個那個林部長意思是說 他在七十二小時之內 喔 有對我們這個這個立場做出回應啦 喔 做出回應 所以他 但是我們並不滿意他的回應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因為他已經做出回應 那我們還要做一些 所以你之後的解釋還是當時會中這樣子講 記者會上 我記得他是這樣子講 他在記者會上是這樣講 對我記得 不滿意 喔 所以滿意 因為我們新聞稿也是這樣寫啊 所以正面回應啊 或者暫緩這個都 不在裡面就對了 沒有 沒有在在裡頭說 欸 暫緩 那你看的跟我看的真的差很多 我問你喔 昨天的那個回答 有沒有經過陳峰的 或者是 國安高層或總統府行政院 的授權跟同意 昨天的版本 昨天 你說我們新聞稿的版本 對 今天早上凌晨 就是差不多 我想我們這個新聞稿做好以後 都會送到 府方的發言人 跟國安會 他們都了解的 行政院我們也都有 這個 那是誰 哪一位 你們的對口是誰 哪一位高層 喔我們這個 呃 就是 呃 我想應該是 就是國安會啦 國安會的誰 因為我們的新聞稿 傳授由我們公眾會去 最後是誰拍版了昨天的那個新聞處理 這今天凌晨 不是我說我們就是把這個新聞稿 你不要跟我講例行行 我在國安會待過 我以前就在處理這個事情的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因為我們就送給國安會 你說叫我 說昨天晚上新聞稿送到哪裡 我真的不知道 喔但是這個 欸 總統府新聞辦公室什麼 我們都會有送 馬總統是不是有看到 我想我們到最後都有跟 呃 林部長講嘛 他所有的過程 喔跟經過 都有向高層去承報 高層是誰 你不要在我這邊裝糊塗啊 媒體都有報導的啊 對 馬總統對不對 喔 總統府人士林辰也表示嘛 馬總統在整個談判過程都掌握進度嘛 並指示外交部對外說明政府立場嘛 喔 這是蘋果日報嘛 那另外呢 這個中國時報也有報導啊 就是林永樂表示嘛 雙方就文字多次談判推敲 期間並各自向塵鋒回報嘛 才無法在限期內完成協議嘛 我不知道用語精不精確啦喔 是不是馬總統嘛 總統那個 林部長好像並沒有這樣子講的這麼明確 喔 你們這樣子喔 對 這個涉及到我們那個 國安體制的權責的問題喔 昨天是誰做了決定 在凌晨開記者會 最高是到誰 你跟我講嘛 因為這個記者會 一直是在我們這個 呃 原來的安排裡頭 喔 那當然 這個召開記者會 是我們外交部的決定嘛 我想這很清楚啊 因為在外交部召開 召開記者會 喔 江宇化今天早上10點的記者會講說 凌晨1點的時候 總統府通知所有的部位首長 早上7點到總統府開高 國安高層會議嘛 喔 一個重大的決策啊 我們說啊 吃西瓜 齁 啊這個 他說 半天的環境 我會追究這個事情 是不是這涉及到絕對責任 誰要為昨天的 今天就今天凌晨跟今天早上 不同的決策結果 是誰做了這個決定 讓他轉彎的 因為今天很清楚 今天早上 嗯 7點的國安會議啊 是做出的決議是要制裁的 是要抗議的 是 昨天並沒有 就是 凌晨的時候並沒有 不 凌晨 因為昨天 非方拿出來第一個版本 你不要去跟我講 第幾個版本 今天行政院長有公佈四個版本 就是就是 我要問你是昨天 就是今天凌晨 那一個決策 外交部向到哪一個層級啊 嗯 徵求他的同意授權 才對外講的 不然部長就有責任啊 這個追究下去 絕對是一個國安體系裡面 誰做這個轉彎 所以你認為昨天 有沒有到達 講有國安會吧 我昨天我只能報告 你們不要把這個決策 到時候大家推卸責任啊 這個一個這麼重大的事情 這是兒戲耶 不是我們政府的立場非常清楚嘛 那你假如他在七十二小時之內 不能完成這前面幾項 那昨天已經七十二小時了吧 就是這樣 你們雙方面跟互相的陳鋒聯絡了嘛 那也做出認為說他基本上的回應啊 你們並沒有要馬上啟動 這三項制裁嘛 到了今天早上 就很正式的開過國安高層會議 之後呢 認為說 形勢上看起來有道歉 有提到賠償 但實質內容不夠充分嘛 這是江儀化院長的回答嘛 對這是我們最後 早上 做出來的綜合研判 你看今天的媒體不是被你們耍了嗎 這麼多報紙的早報的頭版頭條 你們這樣子耍台灣人嗎 不是耍 我們就是把實情實報啊 你們這個樣子叫實情實報 你們整個決策體系是螺絲鬆的掉滿地啊 不是 昨天晚上我們外交部的這個聲明稿 已經新聞稿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非方現在提出來的對岸 跟我們的既定立場距離很大嘛 尤其他在授權的方面 尤其他在對我們漁民家屬的賠償部分 這都不能滿足 是這一個實質內容賠償還是說涉及到政府 他們迴避跟我們政府的接觸 是哪一個層面的問題 我想這兩個層面都有啊 對嘛 這兩個層面都有 那個所謂賠償或道歉是涉及到這個個案嘛 對對對 那這個個案是不是能夠 形成台非之間在政府解決這樣的一個重大的一個事件的時候 跟政府跟政府的關係嘛 不是報告委員 因為昨天晚上這個白溪里最後的承諾 也就是說 非方今天會對我們不滿足的地方 他們會架做補強 所以才派Paris來 今天這個理事主席下午進來 市長 你不要再講重複這個 我跟你講喔 昨天林部長還講了一句話喔 他說 非國在今天早上會有總統府一位部長級的發言來做出一個statement 對 做了沒 現在我們還在跟這個Paris 今天早上過了沒 過啦 對啊 做了沒 他現在我們請他要提出來嘛 證據是做的嘛 所以你們部長要做錯的第二件事情嘛 今天早上你們那麼信誓旦旦沒有嘛 我要問你這個問題接著問 是 裴瑞茲是誰授權代表他來的 他代表誰 這涉及到我們現在他在台灣爬爬罩 我們要不要接見他 我們的外交部跟他的關係他代表誰 代表總統府嗎 他是代表非國政府 這誰 昨天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代表 因為這個信裡頭 我們公佈這封信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非國政府指派他來 指派他來 這個都是你們單方面講 我告訴你 白希里也是你們在講 昨天呢 說什麼樣 他已經這個遺憾跟道歉 你們是變成非國政府的發言人嘛 你們變成這個MACO 就是裴瑞茲 他有什麼東西授權是來自於總統的 你可以拿出來 可以跟我們看看嗎 有啊 我那個信我們已經 來自於總統 那個 就是他非國政府指派他 他是經過非國政府 非國政府的誰嘛 現在就是關鍵在這裡 他們不願意用政府跟我們來往 他用那個白手套嘛 他企圖幫我們矮化嘛 連這樣的一個 包括所謂的補償金 就是慰問金 也都是用人民嘛 所以我們也非常不滿意 所以我們也非常不滿意 所以我們也非常不滿意啊 我們非常不滿意 可是你們不滿意 但是市長 你們不要去帶 不要 你老是喔 你們老是把自己希望 把這個事情 都是喔 避重就輕 然後最後 塞到他們嘴巴 然後最後 事實不是如此的 你們又閃避責任 我們看到的決策模式整個是這個樣子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 我們台灣人民跟所有的媒體啊 都被你們耍著玩的 這個是很離譜的事情耶 我在國安會待過五年 我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決策 這個一定要有人負責啊 因為這個涉及到 因為這個涉及到培瑞茲來的地位是什麼 你們 林部長已經講過 是代表他們總統府的一個部長級 今天開始 早上你這裡又跳票 這是第二個 問題 第三個就是 MACO的培瑞茲 這個理事主席來 我們到底要不要接見他 什麼層級 就涉及到 他是誰的授權 對 現在假如他沒有這個授權 假如他不能夠有足夠的證據 他代表菲律賓政府 現在他 假如今天早上 他這個 答應我們 他這個部長 總統發言人 要 適當的 另外發言 對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不會見他 好 你跟我講說 要有國格啊 對當然 他們老是私底下跟我們講這樣 結果我們一公佈之後啊 他馬上就 翻臉 然後我們就拓 那個 拓面至乾 並沒有 我想我們立場 你們一再再 再為他們再解套 那我問你一句話啦 好 如果說 今天 下午六點要啟動新一波的反制行動啊 對 那你 菲律賓昨天跟我們講的 那其中有一點 調查團啊 好 台灣 調查人員 是不是 是不是如期現在出發 對 明天我們會出發 你看 如果今天這樣的一個協定 這樣的一個雙方協商的一個結果 是不能夠代表他們政府 他們不願意出面來承認 他們的總統府 跟我們本來有一個understanding嘛 昨天談好了他今天要表達嘛 沒有嘛 沒有陪對自來 你們一樣 齁接 然後呢我們的調查團一樣派人過去啊 這個要hold住啊 這怎麼可以這樣 這樣造成事實 已經實際上變成說這個協商是有效的啊 你是不是這個調查團現在hold住 調查團 你現在突然派了一個調查團去 你們局部的起點的一個協商的結果 那你們選擇性的在執行 你們就墮入到這個圈套啊 你們就實際上已經坐實了它 他們現在就是很清楚的 他們化整為零 有一部分跟我們有假的交集嘛 有一部分刻意在迴避嘛 然後這個時候 你調查團問你派不派 是不是應該趕快重新考慮 這是堅持我們的管轄權 我想這個 你去共同組織的調查團 就有責任啊 在情況不明的時候 你結果派了人去跟他調查 欸你要補也補不理耶 但是我們一定要確定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外交部 真的是可憐啊 是因為有一個總統啊 有辦法 昨天晚上一點叫大家回去睡覺 七點再來 國安會早就應該連夜的 針對所有可能的scenario 都在那邊討論了 幕僚作業 然後結果七點才要開一次 現在三點要開一次 這簡直是喔 開天下的玩笑 真的媒體我是覺得要追到 你們的新聞也永遠追不上 市長 我不怪你啦 因為這個東西 你們外交部站在第一線 會導致這個結果 如果你照理講 有回報給陳峰 齁跟國安會 那就必須馬總統要負直接的責任 將帥無人類死三軍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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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